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也就是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观点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 投资组合的收益应当是组合内各证券收益 以其投资比重为权数的一个加权平均数 注意 投资组合的收益的数学属性是一个加权平均值 组合内各种证券的收益 以各种证券的投资比重为权数的加权平均 而说到这儿 大家再回忆一下 我们先来讲到单项资产 比如说某证券 它的收益 比如说期望报酬率 不也是一个加权平均数吗 就来自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预期值的知识 别搞混了 某证券的期望报酬率 它也是个加权平均 它是一个怎样的加权平均呢 应该指的是该证券各种可能出现的报酬率 以其出现的概率为权数的加权平均 好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块钱 我同时购买AB两种股票 买多少呢 股票A我买了70块钱的 那就意味着股票A的投资比重是70% 股票B呢我买30块钱的 那么股票B投资比重呢就是30% 好 假如说股票A的期望报酬率是15% 股票B的期望报酬率呢是12% 好 那我这个投资组合的期望报酬率是多少啊 那就是股票A的期望报酬率15% 乘以它的投资比重70% 再加上股票B的期望报酬率12% 乘以它的投资比重30% 结果这样的一个加权平均 得到的是我这个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那接下来比如 这个股票B的期望报酬率12%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好 假如说这个股票B 有两种可能出现的报酬率 有0.8的可能性会赚到10%的报酬率 还有0.2的可能性呢 会赚到20%的报酬率 好 那按照预期值的概念 两种可能出现的报酬率 分别乘以二者的概率 加在一起 不就是你看到股票B的期望报酬率12%了吗 那在这里 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和组合内某单项资产期望报酬率 都是加权平均 这两个加权平均千万别搞混了 好 这么说的是投资组合的收益 表现为组合内各自产收益的加权平均 好 我们再来说投资组合的风险 注意 我们这里所说的投资组合的风险 我们默认指的是整体风险 也就是用那个标准差来衡量的风险 好 记住 在我们接下来有关投资组合理论的讨论中 大家只要看到标准差 你就记住 它就是风险 尤其是整体风险的代名词 好 怎样呢 依据投资组合理论 投资组合的风险也就是标准差 注意它通常是小于组合内 各证券风险或者说各证券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数的 从这一项来讲 我们说投资组合能够分散 也可以说是能够降低风险 好 那由此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重要的规律 也是历年考试几乎每年都会考到的 什么规律呢 很简单 一般来讲 对于投资组合来讲 以组合内各证券在组合中的投资比重 为权重的加权平均 它就代表没有分散效应 好 注意我画圈的两处关键词 你在观念上给我画等号 只要你看到组合的结果 甭管是组合的风险还是组合的收益 只要说组合的结果 是组合内各资产的加权平均 权重的是投资比重 好 那你马上想到另外一个四个字 加权平均就代表什么呢 没有分散 比如我们刚才谈到 投资组合的收益怎样呢 它是组合内各证券收益的加权平均 意味着我们构建组合 注意它是没有分散收益的 这个观念我估计很多同学 可能以前没想到过 说到投资组合 大家马上知道 不要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说的是构建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了 但是构建组合分散风险同时 分散收益了吗 现在你清楚了 构建组合注意 没分散收益 为什么呀 组合的收益是组合内各资产收益的加权平均 牢牢记住 加权平均等于没有分散 接下来怎么叫组合分散风险了 记住组合分散风险的标志 表现为这个组合的标准差 也就是那个风险 或者说整体风险 通常小于组合内各证券标准差 也就是各证券风险的 加权平均 这表明组合是分散或者说降低风险了 这个观念也希望大家牢牢树立起来 千万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投资组合怎么叫分散风险了呢 是说这个组合的风险必须小于组合内某一只单个资产的风险 这才叫做风险分散 不是这样的 只要组合的风险就标准差 小于组合内各资产风险 也就是各资产标准差的加权平均 这就叫做风险分散 而不是强调得小于组合内某单项资产的个别风险 这个观念一定要明确 好 我们举个模型化的例子 让大家形象的理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结论 假如说现在有十种股票构建一个投资组合 这十种股票 他们的期望报酬率都是10% 标准差也都是5% 怎样呢 这十种股票 他们都是具有完全相同的风险跟收益水平的 对吧 期望值一样 标准差也都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知道 由于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它是组合内各股票期望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而按照加权平均的数学性质 大家不难做推理 我们无论怎么安排组合内这十种股票的投资比重 这个投资比重之和或者说全数之和 那它肯定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一吧 再者 既然这十种股票期望报酬率都一样 都是百分之十 那按照加权平均的数学意义 你就能推算出来 我无论怎么安排这十种股票投资比重 由于全数之和是一 这个全数之和一 再称一 每种股票都相同的期望报酬率百分之十 得到什么结果呢 这个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它还是百分之十 你就可以形象的这么去理解了 我如果不构建组合 只买单只股票 我的收益是多少 百分之十 我构建这十种股票所形成的组合 不管怎么安排投资比重 我的报酬率变了吗 没变啊 还是百分之十 这由形象理解成为什么呢 构建组合没分散收益 接着 同样道理 如果说组合的标准差 是组合内各股票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的话 那应当是多少啊 还是个道理 无论怎么安排 十种股票的投资比重 全数之和是一 再称一 每种股票都一样的标准差 百分之五 你就能得到 这十种股票 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值 还是百分之五 但是 由于风险 能够被分散掉一部分 表现为 这个组合标准差 通常是小于组合内 各股票标准差的 加权平均 什么意思啊 我如果只购买单只股票 我的风险水平 是百分之五的标准差 但我如果购买 十种股票形成的组合 甭管怎么安排 这十种股票投资比重 我这个组合标准差 要比这百分之五 要少 这不就意味着 组合怎么样呢 降低 或者说 分散了风险了吧 而且记住 是在不分散收益的前提下 去分散风险了 这个观念 一定把它明确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投资组合 风险分散的原理 也就是说 我们构建一个组合 它是否能够分散风险 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分散风险 由什么因素来决定 记住关键词 由组合内 各证券报酬率之间的 相关性 或者是 共同 变动程度 来决定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 证券报酬率之间的相关性 也可以称为是 共同变动程度 跟风险分散之间的关系 咱先简单解释一句 什么叫做相关性 或者叫做共同变动程度 比方说 有两只股票 股票A和股票B 所谓的相关性 或者说共同变动程度 指的就是 当股票A的报酬率 发生变动之后 股票B的报酬率 会跟着怎么变 这叫相关性 比如说 如果股票A的报酬率上升 那么股票B的报酬率 通常它也是上升的 我们就叫什么呢 叫正相关 如果股票A的报酬率上升 股票B的报酬率 通常是下降的 反着的 好 我们叫负相关 其实就叫做相关性 或者叫做 共同变动程度 那首先明确 用来衡量相关性 也就是共同变动程度的指标 是什么 好 明确 衡量两种证券报酬率之间 相关性指标是两个 一个是相对数指标 叫相关系数 一个是绝对数指标 叫斜方畅 好 我们先来看 相关系数 它是衡量相关性的相对数指标 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很麻烦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着重把握住的是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 以及不同的取值 对风险分散下的影响 这个重点把握 理念考试 几乎年年考 首先从理论上来讲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 应当是正负一之间的 一个B区间 什么叫B区间呢 意思就是 可以等于负一 可以等于正一 也就是理论上 相关系数最大值正一 相关系数最小值负一 这是理论上 但现实中 相关系数等于正一 大家马上想到 不太可能 怎么那么寸 对吧 相关系数等于负一 也不太可能 甚至说 我们随机选两种证券 比如两只股票 这二者受益率之间相关系数 小于零的情形 都不太常见 更常见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随机选两种股票 计算二者受益率的相关系数 往往是在零 到一之间 小于一的正数 这个最常见 好 我们先明确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 相关系数不同的取值 它的含义是什么 如果两种证券报酬率的相关系数 是大于零的正数吧 好 我们就叫做二者正相关 那什么叫做正相关呢 意思就是两种证券报酬率的 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刚才说了 比如说当股票A的报酬率上升的时候 股票B的报酬率通常也上升 一致 方向一致 这叫正相关 接着 如果两种证券报酬率相关系数 不仅为正而且取最大值正义 叫什么呢 就叫完全正相关 那什么是完全正相关呢 按照教材的解释 是说一种证券报酬率的增长 总是与另一种证券报酬率增长呢 成比例 很晦涩 但大家可以抽象的这么去理解 就好比说两种证券的报酬率 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是一致的 比如你形象的想象这么个情况 就好比说当股票A的税率上升1%的时候 股票B的税率它也跟着上升1% 变动方向一样都上升 幅度也相同都是1% 好 这就是完全正相关 你可以这么去形象的理解 那如果这么去形象理解完全正相关的话 大家也就能联想到 两只股票的报酬率 如果完全正相关 方向一样 幅度也相同 这不就是一模一样了吗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观念 完全正相关的两种证券一模一样 那就意味着 我如果同时购买两种证券 构建一个组合 和我只把一种证券买两遍 没区别吧 那不就意味着 我构建组合和只持有单项资产 没区别 意味着什么呢 没错 意味着完全正相关的时候 是不能起到风险分散效果的 因为二者一模一样嘛 其实很形象就能理解出来 好 我们大家看相反情况 相关系数小于0 那当然就叫做负相关 意味着两种证券报处率变动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A的报处率上升 那B的报处率往往是下降的 以及如果相关系数取负值 而且取的是最小值负1 就叫完全负相关 什么意思呢 教材解释 一种证券报处率增长 总是与另外一种证券报处率的减少 成比例 那大家仍然形象的这么去理解 就好比说两种证券报处率的变动方向相反 但幅度是一样的 比如说如果股票A的受益率上升1% 那股票B的受益率就会下降1% 方向相反 幅度一样 这叫做完全负相关 那大家接着这么去形象的推理 我们刚刚说了 完全正相关 说明两种股票一模一样 你构建组合 和你把一只股票买两遍 没区别 所以说它不能分散风险 而说到完全负相关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它形象理解 成为是两种股票是完全相反的 对吧 当一种股票受益率上升1%的时候 另外一种股票受益率呢 它就会下降1% 那你也就能联想到 完全相反的这么两只股票 我如果构建一个组合 什么效果 当一种股票受益率变动的时候 它就能自动的被另外一种股票 受益率的反向变动 刚好抵消 结果没变动性了吧 没错 以后不会看到 完全负相关的两种证券 构建组合 能够获得风险完全分散 或者是完全抵消的 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负负风险可以是零了 好 再就是相关系数为零 叫做零相关 什么意思 缺乏相关性 也可以理解成为是不相关 意味着每种证券的报酬率 相对另外一种证券报酬率 怎么样呢 是彼此独立变动的 比如当股票A的报酬率上升的时候 股票B的报酬率随机变 也可能上升 也可能下降 也可能不变 这叫做二者之间缺乏相关性 好 我们再看衡量相关性的绝对数指标 叫做斜方差 别跟方差混了 比方差多了一个斜字 这俩指标就是不同的性质 方差 咱们先说了 用来衡量的是整体风险 对吧 好 斜方差 衡量的是相关性 别记混了 那接下来斜方差的公式 我希望大家能把它记住 当然严格来讲 这应该给出的是什么呢 斜方差 跟咱们前面说的一个相关系数 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是 好 我用SigmaAB 来表示AB两种证券之间的斜方差 怎么算呢 应该是RAB 也就是AB两种证券 受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 接着乘以SigmaA 表示是A证券的标准差 再乘以SigmaB 就是B证券的标准差 好 接着我们明确斜方差的两个属性 首先咱们先说过 标准差作为算数平方根 它是不会出现负值的 那就说SigmaA SigmaB 都是大于等于零的值 但这个RAB相关系数 咱们先也说了 有可能为正 有可能为负 那就不难推出来 如果相关系数为正 那斜方差必然也为正 如果相关系数为负 斜方差呢 必然也为负 那就说 斜方差的正负方向 跟相关系数 那是一致的 接下来 我们后边讨论当中 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计算 某证券 自己跟自己的斜方差 那得到什么结果呢 咱推算一下 比如说我们计算 正卷A和正卷A的斜方差 按照公式 那就是正卷A和正卷A的相关系数 那还用算啊 某正卷自己跟自己 当然是完全正相关 所以它一定是1 对吧 好 接着按照公式 乘以正卷A的标准差 再乘上一个正卷A的标准差 这不就是正卷A的标准差的平方 也就是正卷A的方差吧 好 记住这个重要结论 某证券自己跟自己的斜方差 应该是该证券的方差 这点很重要 我们后边会用到这个结论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 证券报酬率的相关性 跟风险分散之间的关系 这个重点把握住 历年考试 几乎年年都考到 好 我们举两个例子 逐步得到几个重要的推论 和最终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假设某头的组合 由A汽车公司 和B石油公司的股票组成 投资比重呢 各占50% 好比说我100块钱 50块钱 买A公司股票 50块钱 买B公司股票 再由两只股票的报酬率 都会受到原油市场价格变动影响 有关情况如下 我们假设原油市场价格变动呢 有两种可能性 油价上涨或油价下跌 概率呢 概率呢 各占一半 好我们先来看 A汽车公司股票报酬率情况 如果油价上涨 我们假定会影响这个汽车的销量 那此时A公司股票报酬率呢 会相对低一些8% 如果油价下跌会刺激汽车销量增长 高准差的公式 你再算一下 A公司股票报酬 标准差 你会算出来应该是2% 这个计算过程我就略过去 好 咱再看B石油公司股票的报酬情况 如果油价上涨 假设石油公司收益呢 也会高涨 那它会获得较高的报酬率 12% 如果油价下跌 会导致石油公司股票报酬率呢 也会随之下降 就是8% 那接下来可以算出来 B石油公司股票的期望报酬率 也是10% 标准差呢 也是2%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来判断一下 首先 如果 单看两只股票的话 我们会得到结论 两只股票 具有完全相同的期望报酬率 都是10% 以及完全相同的标准差 都是10% 什么意思 两只股票的收益相同 风险也相同 然后我们大家看 两家公司股票报酬率之间的相关性 也很清楚 完全负相关吧 比如 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A股票报酬率比期望值少2% 而B股票报酬率呢 就比这个期望值呢 就多2% 反之 类推 这不就是说 两家公司股票报酬率 变动方向相反 但幅度一样 所以说 完全负相关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两只股票 各占50% 投资比重 所形成的投资组合的情况 记住 组合的报酬率 怎么算 组合内各资产的报酬率的加权平均 权数呢 是二者的投资比重 而本利 AB的投资比重是各占50% 对吧 好 我们分析一下 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这个组合当中呢 有一半的投资 就是A公司股票 赚了8% 另外一半投资 B公司股票 赚了12% 加权平均 得到10% 同理 不难发现 在油价下跌时候 不还是这样吗 我还是有一半投资 赚8% 一半投资赚12% 只不过反过来了 对吧 一个是B一个是A了 由此 大家看到一个 很有意思现象 当完全负相关的两支股票 本利呢 是各占一半 构建一个组合之后 甭转油价上涨还是下跌 我的报酬率 不变了 没有变动性了 对吧 那希望这报酬率 肯定还是10% 对吧 但标准差 可就是零了 因为它没有变动性 没风险了 好 由此 我们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推论了 先看这里 希望报酬率 有变化吗 没变化 我如果购买单支股票 报酬率10% 我购买组合怎么样呢 报酬率还是10% 没变 当然这个例子举的比较的讨巧 所谓报酬率不变 在这里呢 应该大家把理解成为是 收益没有被分散 是这个意思 构建组合没分散收益 但是标准差 风险可是零了 也就是组合 在没分散收益的情况下 完全消除了风险吧 好 这就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要推论 劳劳把它记住 当两种证券的报酬率完全负相关 也可以说是相关系数等于负一时 怎样呢 我们会看到 能够使组合的标准差为零 换句话说 我们获得的是 抵消了全部风险效果 但是注意关键词 唯一 什么意思呢 不难理解 两种股票 我构建投资组合 可以有无穷多种投资比重的安排 37开了 28开了 46开了 等等等等 无穷多种 但记住 如果组合内 这两种股票之间 完全负相关 只有一种组合 只有一种组合 才能够获得 完全抵消风险 也就是 是组合标准差 为零的效果 好 那是哪一种组合 能够这样啊 先不忙 我们后边会带着大家呢 去推算 在这里 大家先把这个观念记住 完全负相关时 只有唯一组合 能够完全比较风险 好 我们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某头的组合 是由A汽车公司 和C汽车公司股票组成 两只股票都是汽车公司 投资比重呢 也是各占一半 并且 两只股票报酬率 也都受到原油市场价格 变动影响 有关情况如下 油价呢 还是有上涨下跌 两种可能性 那么 A汽车公司股票报酬率 跟你刚刚看到是一样 油价上涨是8% 油价下跌是12% 期望值10% 标准差2% 好 我们假设 C汽车公司股票 跟A汽车公司股票 一模一样 也是 油价上涨是8% 油价下跌是12% 期望报酬率10% 标准差2% 好 那么观察一下 首先 还是 两只股票的期望报酬率相同 标准差相同 也就意味着 两只股票具有完全相同的风险跟收益 并且也看出来了 这两只股票之间是个完全正相关的关系 对吧 变动 幅度相同 方向 也都一样 对吧 比如 当油价上涨的时候 A股票的报酬率 比期望值少2% C股票一样 反之类推 好 我们来看 组合的效果 组合呢 还是由两只股票各占50%来构成 好 我们看到 在油价上涨的时候 我有一半投资赚8% 另外一半投资也赚8% 所以说组合的报酬率 加渐平均 还是8% 同理 油价下跌的时候 我这个组合报酬率呢 12% 这样的 这个组合的期望报酬率 两种可能报酬率 分别乘以二指的概率 进行那个加渐平均 10% 也能算出来 这个组合报酬标准差 2% 好 大家看出来了 完全正相关的两只股票 我构建一个组合 希望报酬率变了吗 没变 对吧 买单只股票10% 买组合还是10% 报酬率不变 其实还是意味着什么呢 构建组合 没分散收益 对吧 那本例 不仅没分散收益 大家可以看到 标准差 它也没变 对吧 标准差没变 在这里 应该理解成为是 这个风险怎么样呢 没有被分散 咱验算一下 比如咱前面说过 什么叫做 没有分散 马上讲到四个字 加权平均 对吧 加权平均就代表 没有分散 好 那咱看一下 A的标准差 是2% 投资比重多少呢 50% B的标准差呢 2% 比重多少呢 也是50% 对吧 好 那A B 两只股票 标准差的 架选平均 不就你看到 这2%吗 那其实 本例 咱前面说了 比较讨巧一些 你看到的 标准差 不变 其实应该把它理解成为是 风险是加权平均 没有被分散 好 这就我们说的 第二个重要推论 也是牢牢记住 当两种证教报酬率 完全正相关 也就是相关系数 等于正义的时候 构建的投资组合 将不产生 任何风险分散效应 表现为 我们刚才也验算了 组合的标准差 也就是组合的风险 当然默认是 整体风险 等于组合内 各资产标准差 也就是各资产风险的 加权平均值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把前两个推论 整合在一起 就能得到 第三个推论 就是理论上的 一个组合的效果 大家记得 理论上 相关系数 可以等于 负1 也可以等于 正义 对吧 分别是最小值 跟最大值 而我们刚刚已经 推理了 如果相关系数 为负1 组合的标准差 可以是零 就是风险是零 如果相关系数 为正义 怎么样呢 这个组合的标准差 是组合内 各证券的 加权平均 也就是无法分散 那么相关系数 在正负1 之间取值 被决定了 组合风险 怎么样呢 是在零和加权平均 也就是无法分散 之间取值吧 好 那这个不等是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很重要 就是 注意从理论上来说 大前提显明确 我们构建组合 分散收益了吗 没错 构建组合 没分散收益 在组合 不分散收益 现定下 组合最差 结果是什么呀 就你看到的 等于加权平均 也就是风险 无法被分散 什么情况呢 完全正相关 也就是相关系数 为正义 那最好结果是什么呢 脱口而出 风险为零 也就是被 全部抵消了 什么情况呢 完全 负相关 好 那大家想吧 理性投资者 都是风险厌恶者 当他知道 理论上 构建组合效果是 在收益 不会被分散的条件下 最差结果 就是风险 没有被分散 但最好结果 是风险 能够被完全消除 那就意味着 理性的投资者 他一定会选择 组合投资 而不是 单项资产 咱们说过 按照投资组合理论 风险指的是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 而不是单项资产的风险 就是因为 理性投资者 他一定会选择 投资组合 相应的 把这个方向记住 有助大家 解决很多客观题 你就记着 相关叙述为正一 也就是完全正相关的时候 怎么样呢 是不能够 分散风险的 对吧 那就很清楚了 相关系数 离正一越近 那就意味着 这个风险分散效应 它就是越弱的 对吧 也就是离那个 无法分散越近 反之 如果相关系数是负一 完全负相关 那风险能够被完全消除 也就意味着 相关系数 越是接近于负一 这个风险分散效应 它就越强了 这个方向 一定记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推论四 上是现实中的一种考虑 但先不说了 现实中怎么那么存 它不可能存在 所谓完全正相关 或完全负相关的 这种关系 也就是现实当中 相关系数 肯定比负一大 也肯定比正一小 而且他说了 最常见的是什么情况啊 相关系数 还得是比零大 比一小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现实中 组合风险 又是种什么情况呢 那既然 相关系数 一定 大于负一 也就意味着 现实中 我们构建组合之后 这个组合风险 也一定 比零大 这就是相关系数 一定 大于 负一 的道理 同样 相关系数 既然 一定 小于 正一 也就意味着 现实中 我们构建组合之后 这个组合风险 也一定会 小于 这个加权平均 或者说 小于 无法分散 好 那 这个不等式 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呢 首先 组合风险 一定 小于 加权平均 也就是 一定小于 无法分散 是告诉我们 现实中 构建组合 是一定 能够 分散 一部分风险的 这就是 左风险 小于 加权平均 道理 接着 左风险 一定 大于零 什么意思 意味着 现实中 我们构建组合 怎么样呢 它又 不可能 完全消除 风险 那就很清楚了 现实中 我们构建组合 一定能够分散 一部分风险 但又不可能 完全消除风险 不就意味着 现实中 风险 应该是有两种 一种是 能够被分散的 一种是 不能被分散的 好 起个名字 能够被组合 分散的风险 我们叫做 非系统风险 也叫做 可分散风险 也叫做 特殊 风险 相应的 不能被组合 分散风险 就叫做 系统风险 不可分散风险 和 市场风险 好 这两种风险 三种 各有三种 不同的名字 大家都得 把它记住 我们后边呢 会详细 来讨论 再有 我们前边 讲到的这些理论 都是以两种 证券 形成的组合 为例来说的 而大家不难理解 如果这个组合当中 包含三种 或者是更多种 证券呢 那显然 这个风险 分散效应呢 会逐渐的 变强 对吧 也就是 投资组合内 股票的种类 越多 这个风险呢 会越小 但大家也能理解 这肯定不会是一个 线性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随着组合内 股票的种类数增加 这个组合风险呢 就会越来越小 那怎么可能呢 因为 系统风险 是不能被分散的吧 换句话讲 我构建组合 随着组合内 股票的数量增加 这个风险分散效应 它最终还是有极限的 系统风险怎么着 也分散不了 所以明确 当组合内股票的个数 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组合的风险的降低 将会非常缓慢 直到不再降低 因为 组合是不能够完全消除风险 就那个系统风险 是不能被分散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片面的夸大 多样性的 这个风险分散效果 它是有极限的 好 结合我前面的这几个推论 我们得到最终的结论 证券组合的标准差 指的是风险 而且指的是那个整体风险 怎样呢 它并不是单个证券标准差 或者说单个证券风险的 简单 加权平均 什么叫做不是加权平均啊 还是道理 加权平均是说 不能分散 那不是加权平均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的整体风险 有一部分就是那个非系统风险部分 是能够被分散的吧 而且我们也说了 组合能在多大程度上分散风险 要取决于组合内各证券报酬率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 证券组合的风险 不仅取决于组合内各证券的风险 它还得取决于组合内各证券报酬率的相关性 或者说共同变动程度 因为什么呢 这个相关性 它在一定程度上 能起到相互抵消风险效果 比如说 极端情况下 完全负相关 那就是风险什么呢 被完全抵消 但 虽然不是完全负相关 但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它总是能抵消一部分 也就是说能产生一部分风险分散效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项选择题 一项投资组合 是由两项资产构成 那下列关于两项资产的期望收益率 相关系数 与投资组合风险分散项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A 相关系数等于负一时 才有风险分散效应 这话当然不对 怎么说就对了 相关系数只要小于正一 只要不是完全正相关 它就能有风险分散效应 并且 如果相关系数确实等于负一 这可就是最大的风险分散效应 怎么最大呢 能够使组合的标准差为零 完全抵消风险了 B相关系数等于正一 马上想到这叫完全正相关 怎么样呢 不能分散风险 这话是对的 C相关系数大小不影响风险分散效应 这点要清楚 相关系数大小不影响组合收益 因为你甭管组合内各证券之间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相关性 但下面说了 组合的收益一定是组合内各资产收益的 加权平均 跟相关系数没关系 D相关系数等于零的时候 风险分散效应最强 错了 相关系数得等于负一 但下面说了 风险分散效应才是最强 那相关系数等于零 大家应该怎么去描述 风险分散效应呢 也很清楚啊 零比正一小比负一大 也就是在正负一之间 那就意味着 能够分散一部分风险 但是又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B 接下来我们讨论 投资组合的风险计量 其实跟单向资产的风险计量一样 入什么指标呢 也是方差标准差 当然指的是那个整体风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组合报酬率的方差和标准差 怎么算 咱先看 投资组合报酬率的方差 好 先看懂符号 这个signP表示是投资组合 报酬率的标准差 标准差是方差的算数平方根 所以说标准差的平方 这个signP方 代表的就是投资组合 报酬率的方差了 好 接下来 是个双重求资组合符号 是个双重求合符号 什么含义 咱马上会说 往后看这些符号 aj和ak 代表的是组合内 dj种证券和dk种证券 二者的投资比重 注意这个a 代表是投资比重 再往后呢 是这个signJk 马上想到 是什么东西啊 是斜方差 代表的是组合内 dj种证券和dk种证券 二者的斜方差 而它 怎么算呢 还记得吧 应当是 jk两种证券的相关系数 rjk 再乘以证券k的标准差 再乘以证券k的标准差 这得到的就是 signJk 也就是证券j和证券k之间的 斜方差 好 咱说完符号了 咱再说这个双重求合 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 组合内各证券 两两之间 注意也包括 某证券自己和自己之间 配对呢 计算斜方差 然后 这个斜方差 再接下来 乘以 这两者的投资比重 然后 加总 这就是那个双重求和 拨号的含义 而这个加总结果 就是这个 投资组合 保持率的方差了 而且大家不难理解 按照那个排列组合道理 组合内各证券 两两之间 包括证券自己 跟自己之间 计算这个斜方差 一共有多少个呀 很清楚 如果组合 是由N种证券构成 那么各证券 两两之间 包括自己跟自己之间 配对 计算斜方差 一共得有N方个 咱比如说 最小组合 就是AB 两种证券 构建组合 那几个斜方差呀 2乘2 也得是4个 哪4个呢 A和A一个 A和B一个 B和A一个 B和B一个 对吧 那不是4个吗 3种证券 那就是9个了 对吧 意思是对 好 接下来 标准差 还是方差的算术平方根 这个咱就不用多解释了 好 接下来 我们讨论斜方差 矩阵这个概念 那也就是这个投资组合 报酬率的这个方差 标准差 其实把它算出数来 这个不是重点 考试也主要不是考这个 主要是什么呢 考它告诉我们的原理 而这个原理呢 我们得结合斜方差矩阵 来讨论 好 我们刚刚说了 组合内各证券两两之间 包括某证券自己跟自己之间 一共有多少个斜方差呀 我们说了 N方个 那什么叫N方啊 不就是N乘N吗 好 那这N乘N个斜方差 它其实就构成了一个N行 乘N列的一个四方形的斜方差矩阵 好 我们以三种证券 构建的投资组合来看一下 三种证券组合的斜方差矩阵 是怎样一个形态 从中呢 我们也总结一些斜方差矩阵的规律 好 我们假设这三种证券呢 是ABC 这三种 好 斜方差矩阵的第一行 就是正卷A和这三种正卷之间的斜方差 那第一个元素就是正卷A和正卷A的斜方差 注意啊 自己跟自己之间有一个 而大马上想到 正卷A跟正卷A的斜方差 咱们先说过 那不就是正卷A的方差吧 某正卷自己跟自己斜方差 是该正卷的方差 大家记得 好 第二元素就是SiquantAB 那就是正卷A和正卷B的斜方差 第三个元素呢 是正卷A和正卷C的斜方差 SigmaAC 以退退 第二行就是正卷B和这三种正卷之间的斜方差 意思是SigmaBA SigmaBB SigmaBB就是B正卷自己跟自己的斜方差 还是B正卷的方差 再就是SigmaBC 以及第三行就是正卷C和这三种正卷的斜方差 分别是SigmaCA SigmaCB和SigmaCC SigmaCC呢 就是正卷C 自己跟自己斜方差 也就是正卷C的方差 好 三种正卷 斜方差的矩阵几个元素啊 3乘3 9个元素 对吧 形成一个三行乘三列的矩阵 然后大家观察一下 沿对角线 我们看到的这三个元素怎么样呢 这不是三个方差吗 也就是这三种正卷 自己跟自己的斜方差 对吧 这是沿对角线 三个方差 这是三种正卷 三个方差 如果是N种正卷呢 那就是N个方差项 以及不在对角线上的 这个斜方差 而大家能理解 不在对角线上的斜方差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斜方差 也就是两种不同正卷之间斜方差 对吧 一共几个 一共是六个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N方减N个 对吧 一共N方个元素 对吧 其中N个元素呢 是方差 那N方减N 不就是 斜方差 就是不在对角线上的 斜方差的个数了吧 而且大家不难理解 N方减N 就是N乘 N减E的结果 而N乘N减E 怎么样呢 一定是一个基数 和一个偶数相称 也就意味着 不在对角线上的斜方差 N方减N个 它一定是偶数个 一定是偶数个 而且 这偶数个 不在对角线上的斜方差 也就是真正以上 的斜方差 它一定还是 两两相等 出现的 比如 SIGMA AB 就应该等于 SIGMA BA 对吧 SIGMA AC 应当等于 SIGMA CA 而SIGMA BC呢 跟SIGMA CB 应该是 相等的 对吧 两两相等 出现的 好 由此 我们得到几个 重要的结论 首先 我们知道 对于由N种证券 构成的组合 组合内 各证券 两两配对 包括自己 跟自己配对 得到的 斜方差 矩阵 一共是N方个元素 而在这N方个元素 当中 包括 N个方差 也就是 对角线上的 这N个元素 而方差 大家知道 衡量 什么的指标 没错 衡量 风险指标 而且显然 斜方差 矩阵当中 这N个方差 它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这N种证券 个别风险吧 比如我们要看到的 SIGMA AA 那就是证券A的 风险 CNBB呢 是证券B的风险 以此类推 接着 不在对角线上的元素 我们说了 它是真正 意义上的斜方差 因为是两种 不同证券之间 计算斜方差 有多少个 咱下面说了 是N方 减N个 而所谓 真正意义上的斜方差 大家知道 斜方差 用来衡量什么呢 用来衡量的是相关性 或者说 变动程度 所以说 不在对角线上的 这N方 减N个 真正意义上的斜方差 它代表的是 各证券之间的 这种相关性 或者是 共同变动程度 那接着 往下推理 随着组合内 证券数量增加 也就是那个 N的个数 再加大 怎么样呢 方差元素 所占的比重 大家知道 在N方个元素当中 方差元素是N个 它就会 越来越小吧 N比N方 不就是N分之一吗 N分之一 对吧 而当N 比如说 趋近于无穷的 就组合中 包含无穷多种证券的时候 那这个 N分之一 它就相当于是个零了 对吧 什么含义呢 方差 方差指的是 个别证券 风险 而随着组合内 证券数量增加 方差元素 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直至接近于零 也就意味着 随着组合内 证券数量增加 怎么样呢 个别证券风险 对投资组合风险的影响 是越来越小 直至可以忽略不计 相应的 斜方差元素 就是非对角线上的 那些真正一上的斜方差 多少呢 N方 减N个 而它在 N方个 总数当中 所占的比重 应该是越来越大 直至接近于百分之百吧 对吧 你就想象 当N 虚拟于无穷大的时候 N方减N 比N方 它的极限就相当是一了 也有百分之百 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 随着组合内 证券数量增加 这个 斜方差 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要 而斜方差 代表的是相关性 或者是共同变动程度 意味着 随着组合内 证券数量增加 这个组合的风险 它就主要 决定于 各证券 报酬率的相关性 而并非是 各证券的 个别风险了 好 由此 我们得到 最终的结论 说了半天的 斜方差矩阵 最终 落交点在这 希望大家能够把 这句话 理解投资 充分 投资组合的风险 什么叫做 充分投资组合呢 意思就是这个 组合内 证券的数量 这个N呢 足够大 好 对于充分 投资组合来讲 它的风险 只受 证券之间 斜方差 也就是相关性 或者说 共同变动程度 影响 因为 斜方差 所占比重 几乎占到了百分之百 对吧 而跟 各证券本身的方差 也就是跟 各证券本身的 个别风险呢 几乎是没有关系了 因为 方差所占比重 几乎就是零了 把这个结论记住 好 接下来 结合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投资组合 报酬率的方差 和标准差的 这个计算公式 我们来讨论一下 以两种证券 构建组合为例 它们的标准差 怎么算 以及 体会一下 我们刚刚讲到的 一些风险分散原理的 这个结论 是怎么出来的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讲 两种证券 完全正相关 所形成的组合 不能分散风险 而所谓不能分散风险 是说 组合标准差 是组合内 各证券标准差的 加全平均 以及 为什么讲 两种证券 完全复相关 只有一种组合 能够完全抵消风险 又是哪种组合呢 这些疑问 我们现在 来解决 好 那么 我们计算 两种证券组合的 方差跟标准差 按照公式 我们应该 先构建那个 斜方差矩阵 两种证券 那一共是2乘2 斜方差矩阵的是 四个元素 好 也就形成一个两行两列的矩阵 好 第一行 两个元素 分别是正卷A和AB 这两种正卷的切方差 一个是 sigmaA 就是正卷A 自己跟自己的切方差 就是正卷B跟正卷A的切方差 而大家知道 sigmaAB跟sigmaBA 这俩是相等的 对吧 按照公式能理解 这俩是相等的 再有呢 就是正卷B和正卷B的切方差 sigmaBB 其实也就是正卷B的方差 接着按公式 斜方差矩阵 这四个元素 你再乘上这两种证券的那个投资比重都加在一块 这不就是两种正卷组合的方差了吗 比如 第一个元素 sigmaA 其实就是什么呢 sigmaA方 对吧 也就是正卷A的方差 按照公式 你还得乘以什么呢 乘以正卷A的投资比重 再乘以正卷A投资比重 就等于是乘以正卷A的投资比重的平方 也就是WA方 这里的WA代表的是正卷A的投资比重平方 好 那同理 根据这个sigmaBB元素 再乘以那个正卷B的投资比重平方 我们就能得到方差 公式当中的另外一项 就是WB方 乘以sigmaB方 对吧 正卷B的投资比重平方 乘以正卷B的方差 接着 这两个元素 咱先不说了 相等 所以说 我们算一个 再乘以2就行了 好 咱看看怎么算 咱先算这个 sigmaAB 就是正卷A和正卷B的这个 斜方差 会议公式 怎么算 应当是正卷A和正卷B的相关系数 按AB 再接着 乘以正卷A的标准差 sigmaA 再乘以正卷B的标准差呢 sigmaB 接着 按照方差那个公式 投资组合方差公式 前面呢 你还在乘以这个 正卷A的投资比重 WA 以及 证券B的投资比重 WB 对吧 好 别忘乘以2 因为这俩 相等 你算一个乘2就行了 这个式子 看上去 有些麻烦 我们呢 稍加一下整理 比如 WA方 乘以sigmaA方 但整理以后 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不就等于是 WA乘以sigmaA 二者乘机 括号 再平方吗 同样道理 这个 WB方 乘以sigmaB方 也能整理成为什么呢 括号里面 WB乘以sigmaB 括号外面在平方 中间这一项呢 也按照 同样的思路 去整理 比如说变成括号里面 WA乘以sigmaA 再乘成括号里面 WB乘以sigmaB 然后你再乘以 这个相关系数 RIB 然后再乘以2 整理成为这个形式之后 大家看上去 应该觉得舒服多了吧 比如 你就想象 WA乘以sigmaA 也就是证券A的投资比重 乘以证券A的标准差 你把它想象成为 是一个元素A 那这一项不就是A方吗 同理 你把WB 乘以sigmaB 也就是证券B的投资比重 乘以证券B的标准差 理解成为是元素B 那这一项呢 就是B方 中间呢 两倍的相关系数 再乘以 这就是元素A 这就是元素B 好 你先别管这个相关系数啊 你就想象是RAB 很清楚了吧 这不就是A方 加RAB 加B方吗 大家初中就应该学过吧 这不就是个完全平方式吗 所以 两种甚至包括N种证券 它的组合的方差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完全平方式的架构去理解 只不过 对于两种证券来讲 中间的这个RAB这个项啊 你再增加AB两种证券的这个相关系数就行 这是两种证券 三种证券呢 一样 你就想象它是A加B加C 扩号平方 打开之后什么呢 就是A方 加B方 加C方 然后加上RAB 加RAC 加RBC 同样 你在RAB RAC RBC 这三个当中呢 增加 这三种证券 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 那比如说RAB RAC RBC 那就可以了 一样的 并且 大家 也不难做进一步推理 如果完全正相关 AB完全正相关 RAB等于 正一 或者 AB两种证券 完全负相关 RAB等于负一 怎么样 我们看到的这个式子 就刚好是两个完全平方式的吧 A方 加RAB 加B方 或者是A方 减RAB 加B方了吧 好 咱按照这个思路呢 往下推理 比如说 两种证券 完全正相关 也就是RAB 等于正一 我们刚才说了 这种情况下 两种证券 左的方差 就是一个 完美的 完全平方式 A方 加RAB 加B方 这么一个架构 对吧 也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是 A加B 括号平方了 其中 这里的A 就是WA乘以SIGMA 也就是证券A的投资比重 乘以证券A的标准差 那个B呢 就是WB 乘以SIGMA B 证券B的投资比重 乘以证券B的标准差 括号平方 这是方差 开方 要那个算数平方根 也就是一个证的平方根 不就是两种证券的标准差了吗 不就等于是那个A加B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公式 WA乘以SIGMA 加WB乘以SIGMA 这不就是价券平均吗 对吧 证券A的标准差 乘以证券A的投资比重 加上证券B的标准差 乘以证券B的投资比重 这就是两种证券的标准差 以二指的投资比重 为权重的加权平均 好 由此得到结论 如果这个组合内 两种证券完全正相关 怎样呢 会有这个组合的标准差 也就是组合的风险 等于组合内 这两种证券标准差 也就是风险的加权平均 意味着 没产生风险分散效应 牢牢记住 加权平均 就等于说没有分散 同理 咱再推算一下 如果这两种证券之间 是完全负相关 怎样呢 完全负相关 那就意味着相关系数 应当是负一 对吧 好 那此时 两种证券组的方差 还是一个完美的 完全平方式 就是A方 减2AB加B方了 也就能够整理成为 括号里面就是 A减B的平方 对吧 也就相当是 WA乘以sigma 减WB 乘以sigmaB 括号平方 这是方差 接下来 还是开方 要那个算数平方根 得到的是标准差 注意我们再次强调 标准差作为算数平方根 它不能是负值 它得是大于等于0的值 所以说 三边 想当然认为 它就是WA乘以sigma 减去WB乘以smb 我在这 加了一个绝对值符号 绝对值 大家知道 大于等于0的数 对吧 它不能出现负值 好 那么WA乘以sigma 减去WB乘以smb 作为这个两种证券 完全负相关时 这个左标准差 它就等于0吗 大家马上会说 那哪好说 它不见得是0 对吧 但是 我们可以令 它等于0吧 什么意思呢 令这个组合的标准差为0 也就是令这个组合 能够完全抵消风险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得到这么一个比例关系 WA比WB 等于sigmaB 等比上sigma 也就是证券A 和证券B的投资比重之比 应该等于证券B的标准差 和证券A的标准差 这二者之比 那由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 当两种证券 完全负相关的时候 注意 只有唯一的一种组合 能够获得标准差为0 也就是完全抵消风险效果 印证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结论 完全负相关情况下 只有一种组合 能够完全抵消风险 哪种组合呢 现在大家也清楚了 满足这个比例关系 对吧 证券A的投资比重 比上证券B投资比重 应该等于反过来的 证券B的标准差 比上证券A的标准差 满足这个比例关系组合 在完全负相关的时候 能够完全抵消风险